大半夜兩輛車行駛而過 只跟他們開進加油站 還以為是要去加油 但沒多久後出事了 裡頭有人被砍傷 加油站一樓拉起封鎖線 見識人員則往二樓走 因為案發現場就在那 他們的私事不是公司的事情 事發後加油站員工都相當低調 對於案情不願多談 但眼睜睜看同事遭到攻擊 內心恐怕心有餘悸 當時兩台車抵達之後 一共是六個人下車 被害人見撞 立刻跑到二樓躲藏 最後兩名嫌犯追上樓 釀成看人案件 事發的新聞是土城的一間加油站 19號凌晨2點多 警方調查 傷者是17歲的加油站公讀生 事後他公稱 當初向18歲的黃姓男子 購買20箱奶茶 對方原本售一箱170元 沒有想到面膠拿貨的時候 竟然變成一箱250元 價差1500 但少年只願意多付100塊 雙方不歡而散 祖先竟然就找來其他五名同夥 一起到加油站堵人 造成被害人全身欺處刀傷 好險送一隻後沒有大礙 六名嫌犯在犯案之後 又立刻跳上車離開 警方已經將他們鎖定 只是這次雖然少年功成 願買奶茶發生衝突 讓警方懷疑動機不會這麼單純 因為1500元的價差 有必要六人圍堵攻擊 加上主嫌有組織犯罪前科 判斷正耐茶 可能只是個幌子 TVS新聞 陳光宇參謹新聞新宴 新北市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